第311章 太乙的消息 叶末似乎无意地问道 你是鼓舞修炼者 是不是隐门中的人 是啊 洛轩没有意识到叶末的问题 或者说他也将叶末当成鼓舞修炼者了 那你知不知道太乙 叶末依然若无其事地接着问道 洛轩点点头 当然知道 太乙可是三门之一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的 再说了 不对 你怎么可能知道太乙 你到底是谁 洛轩豁然醒悟 盯着叶末 脸上近视警惕 叶末听洛轩说知道太乙 心里一样的有些激动 竟然被他这么容易就打听到了 虽然他找张之慧也可能打听到 但是现在就知道 还是大大的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现在见洛轩问起 立即随意笑道 我是隐门的人 当然知道太乙 难道你不知道 我修炼的是鼓舞吗 我只是问问 你是不是隐门中的人而已 你的门派在什么地方 洛轩并没有因为叶末的话 而有丝毫的放松 甚至表情更加的严肃了 当然是无量山 这还用问 叶末只知道 无量山有隐门 别的地方他都不知道 洛轩忽然拔出腰间的剑 很是防备地盯着叶末说道 你骗我 你根本就不是隐门中的人 而且 你也不知道太乙 叶末奇怪地看着洛轩手里的长剑 刚才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他不知道 什么地方被洛轩看破的 他说得没错啊 无量山的隐门他都进去过 为什么这妮子要说自己骗他 忽然叶末心里一动 他想起了闲道人说的话来 隐门分为内隐门和外隐门 还有半隐门 只是嫌到人说 内隐门是传说当中的存在 从来不入室的 难道这个洛轩 还是内隐门中的人不成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太乙也是内隐门中的 要是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就是他问张之慧 可能也问不出来太乙的所在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太乙的 不过我肯定地告诉你 隐门中没有人知道太乙这个门派 我们隐门中所有的门派 都有一个门规 只要不是隐门中的人 知道了隐门中的事情 都是杀无赦 所以我要杀了你 洛轩说完 手里的长剑已经举起来了 甚至有些抖动 叶末将手一伸 他有些知道洛轩的性格 他只是下意识的动作而已 因为从他身上 更就看不到杀气 随即就说道 你要杀我也由得你 既然你要恩将仇报 我也没有话说 不过是不是外隐门的人知道了 你是来自内隐门的 你也要杀掉 洛轩的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你果然知道 我是内隐门的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从来都不入室 每五十年 我们的人才会出来一次 而且从不惹事 你到底从哪里得知的 那个电梯又上去了 叶末忽然说了一句 毫不相干的话 洛轩的手果然颤抖了一下 手里的剑无力地垂了下来 他不是真的要杀叶末 那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而已 因为没有人可以泄露 内隐门的任何事情 如果内隐门知道 外面有人了解了 内隐门的任何事 都会不计一切代价地 将外面的人杀了 如果你再说 任何内隐门的事情 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太义的 但是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提 就是内隐门都不要再提 洛轩的语气有些颤抖 叶末诧异地看了看洛轩 我提了最多是杀我而已 你害怕什么 洛轩无力地摇了摇头 如果我知道你提了这些事情 我没有杀你 我会被他们杀的 而且还会连累到我的尸门 这么霸道 叶末皱了皱眉头 这简直比希特勒还牛逼啊 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了好吗 以后你也不要提了 洛轩软弱地看着叶末说道 让他杀了叶末 他真的下不了手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师姐知道了 而且也不能让玉林师兄知道 叶末本想问问他出来几年了 还有想问问他那隐门的入口 在什么地方 但是话到嘴边 他却咽了下去 因为他明白 洛轩肯定是不会说的 还是以后等洛轩回去的时候 自己跟踪他好了 对于自己现在的修为 就是跟踪一个地级舞者 都是轻而易举 想到这里 叶末只好说道 好吧 我不问也不说了 你 算了 我和你一起 去你那边吧 看在你饶了我一命的份上 真是要命 回到洛轩的屋子 洛轩的心情很是低落 立即回到房间 去睡觉了 叶末拿出仅有的辅助材料 炼制了一炉连生丹 然后又炼制了一炉助盐丹 晋级炼器四层后 他的承担率急剧上升 炼制好丹药后 叶末收拾了一下 看看时间还才凌晨三点左右 他准备上楼去看看 那个让电梯自动上下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他的神识扫不到 他在电梯上去了后 又扫了一次 依然没有扫到任何的东西 你怎么不睡觉 叶末刚走到阳台 洛轩就出来问道 叶末上下打量了一下洛轩 将他的衣服穿得很整齐 有些奇怪的问道 难道你也不睡觉 这么晚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睡了一会 有些担心 所以就起来了 洛轩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了出来 我都说了 我不会说出去的 你还担心什么 不过 我可能明天就要走了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叶末现在已经晋级到炼器四层 虽然知道了太乙的消息 但是洛轩不说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等会在他的身上 做一个神识标记而已 现在 他要先去找地煞算账 地煞竟然挑衅到他的头上 他是不可能这样放过的 不是因为那个事情 算了 和你没有关系 洛轩有些低落地说道 叶末却不想去管 这个女孩的事情 他拿出一颗赔气丹 递给洛轩说道 你吃了这颗丹药 我保证你的修为 可以上升至少一个档次 我的丹药很贵的 这一颗足足滴的了 你的八颗回气丸了 要知道 我就用了你八颗回气丸而已 洛轩接过丹药 微微笑了一下 好吧 既然你说滴的了就滴的了 反正当初也是因为我的过错 现在我就不吃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再吃吧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不行 你必须现在吃 一个是因为我的丹药太贵重 第二个 因为我是炼丹的人 如果你吃了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帮忙 洛轩皱了皱眉头 看了看手里淡红色的丹药 迟疑了一下 你该不会是害我的吧 叶末无语地说道 好吧 既然你认为我害你的 而且你的回气丸 也不让我赔了 那么丹药还给我吧 我要走了 别那么消欠 我吃了 看见叶末的手伸过来 洛轩随即将丹药 丢入自己的口中 他原本还想感觉一下 这丹药的味道 可是丹药入口 竟然马上化了 一股火辣的热浪 冲进了他的经脉 竟然让他 有一种发颤的感觉 他经意不定地看着叶末 他不会害了自己吧 虽然他知道 叶末的缺点很多 但是他看人还是准确的 他没有从叶末的眼里 看出要害自己的意图 这是怎么回事 还不坐下来 运工炼化着丹药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那个店了 叶末的声音 及时地传来 情急之下的洛轩 立即就按照叶末的说法 坐了下来 忽然间他感觉 那股热量转化为内气 竟然在开拓他的经脉 已经凝炼他的修为 难道真的是 这么珍贵的丹药 洛轩不敢再想 全力炼化药力 裴气丹 虽然需要四颗 才能让叶末 晋升到炼气四层 但是对于洛轩 这样一个 黄极修为的女孩来说 一颗已经足够了 洛轩只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 急剧地上涨 他的修为 很快就从黄极中期 晋级到黄极后期 但是药力依然澎湃 如果他不继续炼化 这些药力 他甚至都感觉自己 要烧了起来 晋级到了黄极后期后 洛轩的修为再次暴涨 黄极修为后期巅峰 旋极初期 旋极初期巅峰 药力终于平和下来 最后完全被洛轩炼化 只是一颗丹药 竟然让洛轩 晋级到旋极初期巅峰 不要说洛轩 根本就不敢相信 就是叶末也没有猜测到 这颗裴气丹 对洛轩的效果 竟然是这么好 虽然裴气丹药效惊人 但是这也和洛轩 超强的资质分不开 洛轩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开始稳固心神和修为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他终于睁开了眼睛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修为 已经稳固在了 旋极修为的初期巅峰 距离中期 只有一步之遥 你竟然真的是炼丹大师 你怎么能炼制出来 这么珍贵的丹药 就是我们那里 也没有这种丹药 肯定没有 洛轩站了起来 惊疑不定地问道 第三百一十二章 你要负责呀 叶末微微一笑 我看你还是先去洗把澡 再出来吧 洛轩这才发现 自己的身上 已经是一片污垢 惊叫一声 连忙冲进了房间 一个小时候 凌韵气质更加浓郁的洛轩 依然穿着一套 白色的秋裙走了出来 显得愈发轻力脱俗 竟然比起刚才成熟了不少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和他站在一起 竟然有一丝 自残行贿的味道 叶末当然不是普通人 他看见凌韵意味 有些飘渺的洛轩 点了点头说道 你修炼的功法不错 修炼到后面 竟然有些仙韵在里面 比起一般的鼓舞功法 要好了不少 洛轩这个时候 已经知道 叶末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他走到叶末面前 弯腰势力说道 莫大哥 谢谢你 我现在已经知道 你不是普通的人了 原谅我的无知 我修炼的功法 确实是顶级的功法 可是限于门规 我却不能告诉你 对不起 还有 我以前误会你了 也请你原来 如果现在有人告诉洛轩 叶末这种人 会去街头嫖妓 他第一个不相信 叶末但笑说道 对于误会什么的 别放在心上 对你来说 我是什么样的人 根本就不重要 而且不怕你心里难过 虽然你的功法不错 但是在我眼里 什么也不是 你的功法充其量 也只是修炼了以后 可以有一种鲜化的韵味在里面 也仅此而已 一不能长生 二不能飞生 这种功法 你说我这种高人 会看在眼里 莫大哥 洛轩诧异地看着莫影 虽然知道 莫影是一个高人 但是洛轩依然 被他的话打击到了 他们门派的功法 不要说自己的门派 就是在整个小世界 也是极其珍贵的 多少人做梦 都想得到的 叶末傲然一笑 和你说 这些没有任何的用处 如果你肯告诉我 你们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说从哪里进去 我还会给你一颗助言丹 和一颗连生丹 知道什么是助言丹吗 吃下去 容貌永远不会衰老 连生丹 就是任何伤势都可以治疗 怎么样 这笔交易够划算的吧 洛轩脸色变了变 立即就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要你的丹药了 你可千万不要尝试着 进入小世界 就算是 你有先天修为 也会被击杀的 忽然洛轩拿起手机 有些慌张地说道 我师姐叫我 我要走了 记住横断七星的天书位 千万不要去 说完 洛轩急匆匆地 跑进屋子拿起包 犹如做贼一般地离开 叶末心里暗自好笑 这洛轩还真有意思 竟然通过这种方法 七星的天书位 难道这里 就是进入小世界的地方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没有人告诉他 他确实是找不到 除非他的修为 修炼到神石 可以覆盖一个国家 甚至是一个星球 才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但是神石修炼到 覆盖一个星球 不要说叶末 就是在原来的修真界 也没有几个人 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叶末原本打算 给两颗丹药给洛轩的 既然他已经走了 那就算了 他决定去将楼上的 那个东西灭了 明天就离开淳安 叶末站在电梯旁边 按下了电梯的按钮 电梯缓缓地从一楼上来 不过还没有到八楼 洛轩就急急忙忙地 又跑了回来 你不是想去楼上吗 洛轩看着 站在电梯门口的叶末 有些诧异地问道 叶末点了点头 我是去楼上啊 你师姐不是叫你吗 怎么又跑回来了 此时电梯 已经在八楼停了下来 洛轩连忙拉了一把 叶末说道 那东西真的很厉害 连我都看不见 我看你 还是不要上去了吧 我师姐又打电话给我 让我晚上去 白天你陪我去一趟 那个前辈家里好不好 好吧 不过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以后一个人住在这里 难道不怕 叶末随口问道 洛轩摇了摇头 我可能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我师姐叫我肯定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我们晚上离开 既然这样 这两颗丹药 还是给你吧 你的回气丸 虽然不值钱 但是没有你的回气丸 我也炼制不出来这丹药 所以 我是真的有些感激你 叶末说的确实是真话 他不但是感谢回气丸 更加感谢 洛轩冒着生命危险 告诉他隐门的入口 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 他可就是完蛋了 这太贵重了 我不敢要 洛轩虽然很想要那个助盐丹 但是这种贵重的药 他也不敢随便带在身上 叶末还是将这两颗 药塞给了他 他可以看出来 洛轩眼里的渴望 至于法器 叶末就没有再给他 因为叶末认为 他的这三颗丹药 已经足够回报洛轩的了 洛轩 你不会是 让他陪你一起去吧 叶末和洛轩 刚刚走到纯安科大的门口 就被一个女孩拦住 这女孩叶末认识 就是上次他喝豆浆的时候 来叫洛轩的女孩 是啊 谢谢你了紫云 这一下让你的任务减轻了不少 洛轩很是大方地说道 紫云奇怪地 看了叶末一眼 然后在洛轩的耳边悄悄地说道 洛轩 我感觉 你今天好像变了好多 人变漂亮了 而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你该不会和他上床了吧 那人是你的男朋友吗 不过 我感觉他不怎么可靠啊 洛轩脸仗得通红 一把拍下紫云的手说道 紫云 你胡说什么呀 我和莫营只是邻居而已 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 你确定 昨晚他没有和你住一起 紫云依然有些怀疑地问道 洛轩张着嘴 却什么都说不上来 昨晚叶末可不就是 住在他家的吗 看见洛轩的表情 紫云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 不过他没有继续和洛轩说话 而是走到叶末的面前看了又看 最后才说道 我知道你不是很可靠 也不知道你走了什么运气 竟然让洛轩跟了你 不过 洛轩真的是个好女孩 很单纯 既然你做了 你就要负责呀 洛轩连忙将紫云拉到一边 别瞎说了 我们要走了 紫云再见啊 在淳安科大的两年 紫云是和他最说得来的 他可能今晚就要和师姐一起走 这让他对紫云有些歉疚 再等会 紫云一把拉住了洛轩 然后说道 你大姐眼光不错 你可以问问你大姐 刚才我靠近这个人的时候 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很清爽的感觉 应该不是一个乱来的人 祝福你了 洛轩 这些话虽然叶末不想听 但是现在他的耳力多强 就是不听 也不可避免地被听到 不过他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放在心上 莫大哥 我们走吧 紫云瞎说的 你不要放在心上 洛轩连忙拉着叶末 快速地上了出租车 很快就离去了 纯安霍家 虽然不是什么华夏大家族 但是在纯安 却是非常的有名 因为霍家的人都很长寿 现在霍家的霍去欧 就已经是100岁了 据说身体 还非常的健康 还有一点就是 霍家有一个霍氏化工 据说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 所以说 霍家虽然在政治上面 没有什么特殊的人物 但是在纯安 依然是一言九鼎的家族 叶末看到霍去欧的时候 都不敢相信 霍去欧已经是100岁了 因为他看起来 只有60来岁的样子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说 这个霍去欧 至少还可以活20年 竟然还是一个玄机巅峰高手 叶末实在是没想到 霍去欧还是一个鼓舞修炼者 他不知道 骆轩是通过什么办法 认识霍去欧的 但是他想到了张家的张之慧 这才暗叹一声 果然高手都在民间啊 如果不是他亲眼看见 他绝对不会相信 在纯安这个普通的城市 竟然有这种高手 霍爷爷 本来我想 等你大寿的那天 和祝老师一起来的 可是过几天 我要离开纯安了 所以 先来为霍爷爷拜个寿 这幅画送给霍爷爷 祝您万寿无疆 骆轩说着 就拿出了一幅古画双手 递给霍去欧 叶末暗赞 这骆轩还有这样乖巧的一面 自己还真的没有看出来 不过从他的语气当中 叶末已经听出来 他是通过一个信注的老师 认识霍去欧的 果然霍去欧哈哈一笑 结果骆轩的话说道 不错 不错 真是个水灵的闺女 还这么有心 老猪说你想看看 霍爷爷的藏书 没有关系 来 我来带你去书房 等你看了书后 再陪我这个老头子聊聊 这位是 霍去欧说完 微笑着看着叶末 骆轩连忙红着脸解释道 哦 霍爷爷 这是莫影 是我男朋友 陪我过来的 是你男朋友啊 哎 霍去欧随意地扫了一眼叶末 眼里金光一闪 原本叶末打算见个礼的 不过看见霍去欧的这个眼神 他立即就打消了念头 这老东西 自己和他第一次见面 他看自己的眼光 竟然带着丝丝的杀意 第313章 身份暴露 叶末心里一阵冷笑 现在他总算是明白了 骆轩为什么要让他过来了 甚至还主动说自己是他的男朋友 原来打他主意的 不仅仅是霍却啊 霍却欧这老家伙 竟然也在打他的主意 不然的话 听见骆轩的介绍 他为什么要有这种杀意 看见叶末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礼节 骆轩连忙将叶末 往后面拉了一下说道 霍爷爷 莫影不大喜欢说话 您不要介意 哈哈 没关系 年轻人吗 腼腆一点很正常 来 我带你去书房 霍却明将 两人领到书房 说道 你们先看 等会一起吃午饭 叶末的神识 却盯着霍却明 却发现他出了书房后 脸色立即变得很是阴沉 并且吩咐人说道 马上通知雀儿回来 还有 虽然后面的话叶末没有听到 但是也知道这老家伙 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好说话 你在看什么 今天我临时说了 你是我男朋友 你不要介意啊 你不知道那个霍却多讨厌 还有他爷爷 也总是喜欢将我和霍却往一起拉 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来 骆轩有些歉意地说道 脸色有些红润 叶末微微一笑 我当然不会介意 你要找书要快点了 那个霍却 估计很快就会回来 你估计要多久的时间 这么快啊 我是听见紫云说 霍却今天要出去 应该没有这么快就回来吧 我估计要看一天时间呢 你看这书房里面竟然这么多的书 骆轩有些无奈地看着满屋子的书籍 这些书籍虽然保存得不错 但是因为年份久远 也散发出一丝丝的古老气味 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叶末皱了皱眉头 过了一会才说道 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我帮你找找看 骆轩却没有隐瞒 立即就回答道 我师父让我找一本《逆罗经》 我在学校图书馆和纯安市图书馆 找了一年多了 但是却没有找到 你不用找了 我帮你找 叶末说完神识 立即就开始在这些书上扫了过去 骆轩诧异地看着叶末问道 这么多的书 你怎么找 要不我们一起找吧 叶末摆了摆手 别动 我再计算 这书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骆轩更是惊异不定地看着叶末 难道他 还是一个周易大师 就算是一个周易大师 在这么多书中间 也无法算出 《逆罗经》放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莫影太 让人惊奇了 难道他不但是炼丹大师 是茅山弟子 还是周易大师不成 茅山弟子倒是没什么 但是炼丹大师和周易大师 却是非常的了不起 虽然对叶末的话将信将疑 但是骆轩还是没有去打搅叶末 他竟然选择了相信叶末 他感觉越和这个莫影熟悉 他就越不了解莫影 当初见到他第一面的时候 自己就以为看透了这个人 现在却越来越看不透 叶末的神识 很快就将这里的书扫了一遍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难道 逆罗经不在这里 他的神识 再次仔细地扫了第二遍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其中一本《道德经》中间有两页 竟然是空白的 而且其中的一页 还隐约的有两个字 就是逆罗 而另外一张空白的纸 却是什么都没有 这本书有奇怪 这隐约的两个字 如果不是他有神识 而且观察的仔细是 绝地看不出来的 叶末随即走了过去 将这本《道德经》拿了下来 看见叶末拿下来一本《道德经》 洛宣立即奇怪地问道 莫大哥 这是一本《道德经》啊 我要找到是 逆罗经 叶末淡淡一笑说道 别急 说完 叶末将书翻到其中的两页空白处 只是因为年份久远 这两页空白纸已经泛黄得厉害了 这没什么啊 一般的这种古书 都有一些空白的纸张 这些纸张 是给读书人记录心得的 洛宣有些奇怪地问道 叶末将书的那张空白页 单独翻开举起说道 你再仔细看看 逆罗 洛宣差点惊叫出声 不过很快就激动地 接过叶末手里的书 惊喜地说道 真的是逆罗两个字 这肯定就是逆罗经 咦 这是下部 应该还有一个上部 洛宣很快就在逆罗的下面 看见了一个下字 马上说道 叶末神识再扫了一遍 却说道 上部应该不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 看到 你不是算的吗 莫大哥 你可真有本事 竟然连这个 也可以算得到 洛宣眼里尽是崇拜 他本来 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而且 师门交给他的任务 也是试着看而已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找到了 简直是惊喜当中的惊喜 谢谢你 莫大哥 洛宣紧紧地抓住手里的说 不过叶末却没有洛宣这么乐观 他却说道 洛宣 我估计获去名应该不会这么容易 让你将书带出去 就是你想问他要 如果他不同意怎么办 再说了 他要是发现这书里面的问题 他更加不会让你带走了 听了叶末的话 洛宣果然眉头一皱 很显然 他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别担心 我有办法帮你带出去 叶末说到这里却停了下来 看着洛宣手里的书 再次思考了起来 怎么了 洛宣立即问道 书给我看看 叶末接过洛宣手里的书 拉了一下第二张的空白页面 没想到他刚一用力 那一张纸就落了下来 竟然只是夹在里面的 而不是书本身的 叶末拿着那张泛黄的纸 看了半天 再次撕了一下 这张泛黄的纸 竟然没有被撕破 啊 洛宣明显的也看见了叶末的动作 竟然连一张纸都没有撕破 心里一样的惊异不已 叶末却将这张纸夹在了手心 真火运转之下 这纸张立即被焚烧成灰 一块和纸张差不多大小的金色纸片 出现在了叶末的手里 这是什么 洛宣再次惊奇地问道 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却也明白这薄的 不像画的金色纸片 不是简单的东西 肯定很是珍贵 叶末却心里大惊 这金色纸片太过吓人 因为他的神石扫进去 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犹如泥如大海一般 这绝对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 法器叶末自己就会炼制 灵器叶末也见过不少 而且师父的法宝 他也看见过 而现在手里的金色纸片 却给他一种无法看透的感觉 这东西的价值 肯定要高于所有的灵器 一件灵宝 但是这也太害人了点 灵宝 在修真界也只是传说中的存在 怎么可能出现在地球 而且地球也没有听说过 有修真者啊 这东西很珍贵 珍贵到我不敢想象的地步 叶末沉默了半嗓才回答道 洛轩也明白过来 他迟疑地看着叶末说道 这东西对你是不是很有用处 叶末点了点头 是的 非常有用处 他很想要这个金色的纸片 但是他却知道 洛轩既然要找这书 说明这东西 也是他的门派要找的东西 洛轩咬了咬嘴唇 一会才说道 既然你有用处 你就收起来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书我带回去就好了 别的东西 我带回去 我的师门也看不出来 说不定还是这样放着 叶末诧异地看着洛轩 他竟然说 这金色的纸片给自己 看着叶末惊异地看着自己 洛轩忽然舒了口气 其实没有你的帮忙 这东西我也找不到 也许我的师门 只是要这本书而已 你的纸片 只是加在这书当中 是你发现的当然给你 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而且 这东西 就是给我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忽然叶末的神色一动 手里的金色纸片和书 已经消失不见 他看着奇怪的洛轩说道 洛轩 我们走 霍雀回来了 好 反正东西已经找到了 洛轩刚和叶末走出书房 霍雀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萱萱 你过来 都不和我说一声 我回来了 洛轩皱了皱眉头 却没有说话 霍雀明陪着一名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他看见洛轩竟然出了书房 眼里露出一丝奇怪 然后说道 洛轩啊 怎么不看书了 洛轩却笑了笑说道 霍爷爷 我姐刚才打电话给我 说找我有事情 我想先过去 过几天再来看 啊 萱萱 你怎么猜来就要走啊 别急啊 等会我陪你一起 去找你姐姐 以后一起吃午饭吧 霍雀却着急地说道 在洛轩旁边的叶末 被他给自动地过滤掉了 不了 我走了 霍爷爷再见啊 走吧 莫营 说着洛轩一拉叶末的手 不等霍雀明回答 就直接走了出去 霍雀明却仔细地 在叶末身上看了又看 没有发现 他身上夹带任何书籍 这才脸色阴沉地盯着洛轩 他刚想说什么 却被他旁边的那名男子 拉了一下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洛轩和叶末 已经走出好远了 霍雀明连忙 对霍雀使了个眼色 霍雀马上就跟了上去 不停地在洛轩的后面 叫着 梁师弟 你拉我干什么 霍雀明看着旁边的男子问道 这名中年男子 脸色阴沉地说道 师兄 你知道刚才出去的 那个人是谁吗 他就是叶末 拿走血色珊瑚的人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赶紧将他拦下来啊 霍雀明急切地说道 第314章 先天很了不起吗 这梁师弟冷笑一声说道 霍师兄 你太小看这人了 你知道河流派吗 据说河流派派出了的七人 全部死在了他的手上 甚至包括了河流派的公子在 你说凭借我们两人 可以拦住他 他竟然这么厉害 霍雀明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心里涌起一股后怕 如果他刚才动了叶末 说不定 此时他的货家已经完蛋了 梁师弟却音音一笑说道 师兄也不用担心 我们两人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们联系河流派的人 还有别的一些同道 还怕他跑了不成 河流派的七名高手死了后 河流派很是震动 这次派出了大量的高手 对他们来说 血色珊瑚已经放在次要的位置了 杀了叶末为他们门下的弟子报仇 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明点了点头 好 梁师弟 你去联系河流派的道友 我去调查他 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不过那个女娃要留下一命 却儿对他很是着迷 对了师弟 你知道那个女娃的来历吗 我问了老柱 他也说是朋友介绍的 梁姓师弟摇了摇头说道 这个女孩肯定修炼过古武 但是我却看不出来他的门派 不过 我估计也是一个小门派的弟子 不然不可能和叶末这种人私混在一起 萱萱 等等我啊 我好不容易才赶回来 或许在叶末和洛轩后面不断地叫着 他是真的好不容易赶回来的 因为他准备今晚成就好事的 他早就准备好了迷药 等到吃饭的时候 将洛轩迷到 然后生米做成熟饭后 洛轩就是不跟他也要跟他 只是出乎他预料的是 洛轩既然来了就走了 甚至连茶水都没有喝上一口 而且更加出乎他预料的是 爷爷竟然不主动拦住洛轩 而让他来拦洛轩 可是洛轩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很快就那个男生消失不见 这两点他都没有想到 莫盈 你的脸色好像不大好看呢 是不是发现什么事情了 一直到两人走出好远 洛轩才回头问道 叶末点了点头 不错 刚才进入霍老头家里的那个家伙 应该认出我来了 如果没有想错的话 今天晚上他就要邀人对付我 叶末观察得很仔细 刚才他从霍去明家里出来的时候 看见和霍去明一起来的那个家伙 看见他的时候脸色变了一下 甚至身体有轻微的颤动 由此叶末判断 他肯定被认出来了 一个普通人 他敢对付你 别急 如果他邀的人多 我帮你的忙 现在我已经是旋即高手了 对付他那样的几十个都没有问题 洛轩立即安慰到 他现在感觉实力暴涨 信心更是增加了一倍都不止 叶末奇怪地看着洛轩 故意迟疑地说道 你确信你可以对付得了他 洛轩立即就说道 看样子你练丹练糊涂了 练丹和周易虽然很好 但是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你遇见的是我 如果你遇见的是别人 就凭借你身上有那个厉害的丹药 你就没有自由自身了 说不定还要被人抓取练丹 不过话说回来 你真的是厉害 竟然在那么多书当中 这么快就找到了这本书 我真的有些佩服你 叶末微微一笑 那个霍老头 是玄机后期巅峰修为 还有那个后来和他一起进来的人 是D级出气修为 如果他们邀请帮手 肯定至少是D级修为 你确定你可以对付得了他们 啊 洛轩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 半晌才犹豫地问道 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修为 当然 你以为我练丹是白练的吗 你一个玄机初期的女孩子 我不是不相信你 万一你打不过他们 我可被你连累到了 叶末若无其事地说道 洛轩的脸张得有些红 看着表情淡淡的叶末 忽然抬起脚踩了叶末的脚背下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消遣我的 既然知道 人家都是D级的高手了 你还留在这里 还不赶紧跑路 他脸红 一半是因为被叶末认为成吹牛 还有一半是因为 他真的有些着急了 如果这些人真的如叶末说的这么厉害 就是他将自己的师姐 叫过来也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叶末看见洛轩踩他的脚 却没有在意 甚至连躲都懒得躲 有些淡然地说道 因为我根本就不怕他们 如果我怕了他们 我今天就不会陪你来霍家 盯着叶末看了半晌 洛轩才说道 我也感觉 你今天好像变化了许多 上次你说 要过几天才 可以陪我一起去霍家 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突破 后来你用我的回气丸 炼制了那种丹药 然后你突破了 今天才陪我一起过来的 甚至我早上吃的丹药 也是你一起炼制的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我是因为突破后 才会陪你过来的 我给你三颗丹药 还有陪你一起过来 是为了报答你的那八颗回气丸 说是这样说 但是他心里也是按赞洛轩的仔细 甚至连几天前说的话他都记得 原来是这样 洛轩越了口气 忽然他挣住了 一脸惊骇地看着叶末问道 你说你突破了仙天 不会也是真的吧 难道你真的是仙天高手不成 仙天高手很了不起吗 叶末有些无语地问道 当然了不起 再小 不是 在我们那里 仙天高手都非常的少 就是我们门派 也只有一个仙天高手 你说 仙天是不是了不起 洛轩很是郑重地说道 叶末很想问问 他的门派是什么门派 可是终究还是没有问出来 只好说道 我不是仙天 具体是什么境界 我现在也不大清楚 不过 叶末想说 遇见仙天 他应该可以杀了 但是想想还是忍住了 毕竟他没有见过仙天高手 但是 玄机和地级巨大的差距 他还是知道的 如果仙天和地级的差距更大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把握 仙天高手会飞吗 想了半天 叶末没有找出什么特别的比较方式 只能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洛轩诧异地看着叶末 过了半天 他才有些无语地说道 你真是修炼鼓舞的人吗 我很是怀疑 会飞还不成仙人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 有人修炼到会飞的 唉 现在我都不知道 你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洛轩是真的不知道了 要说 叶末喜欢骗人吧 他给的丹药是实实在在真的 可以让他晋级几个等级的 绝对是几品好东西 还有从他能找到 逆罗金 也可以说明叶末不是一般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 他说的话 怎么这么不靠谱呢 叶末却点点头说道 如果不会飞的话 先天高手应该不是我的对手 我要杀的话应该不是很困难 洛轩埋了叶末一眼 你说的就好像你会飞一样 我现在不和你瞎扯了 我们赶紧去学校找到 逆罗金的上步 然后我带你 去我试检拿脸 那些人应该找不到我们了 叶末一阵的无语 心说 我是真的会飞啊 不过这些也没有必要告诉洛轩 毕竟他和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他所在的小世界 应该有一些灵草之类的 等他将外面的事情处理完了 去小世界找太乙麻烦的时候 再顺便弄点灵雾 两人在纯安科大下的车后 洛轩忽然停住了脚步 他想起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叶末间洛轩看着自己眼光很是奇怪 不由问道 你看着我干嘛 不对 刚才你说他们认出来了你 难道你的名字是假的 还有那些人 为什么要追杀你 洛轩本来就非常细心 刚才因为叶末的打岔 让他忘了问了 现在想起来了 马上就问了出来 叶末淡淡地说道 现在告诉你也没关系 我本来的名字叫叶末 因为有一株血色珊瑚被我弄过来的 所以那些人想抓住我 要从我身上将这株血色珊瑚抢走 真的有血色珊瑚 竟然还在你的身上 洛轩几天前 听师姐说过血色珊瑚的事情 现在叶末再说出来 立即就惊讶出声 不过他马上就明白了 叶末给他吃的丹药 是什么丹药 竟然是血色珊瑚炼制的丹药 叶末竟然可以将血色珊瑚炼制成丹药 这么说来 他说自己是炼丹师 倒也没有说谎啊 叶末一看洛轩的表情就知道 他猜测出来了 点头说道 你猜测得不错 我给你吃的丹药 就是血色珊瑚炼制出来的 竟然是这么珍贵的丹药 难怪我可以接连晋级 惊叹一声 洛轩立即就再次说道 叶大哥 谢谢你 竟然给这么珍贵的丹药给我 叶末微微一笑 理论上说不是你的回气丸 我炼制不出来赔鸡丹 所以 你也不用客气 本来呢 我是吃了点亏 不过现在我却赚大了 应该是我感谢你 洛轩知道叶末说的是 那片金色的纸片 他淡淡笑了一下 竟然不觉得 叶末占了多大的便宜 第315章 偶遇故人 纯安科大 虽然不是华夏最证明的高校 但是胜在历史悠久 据说是华夏历史最悠久的高校 所以 在纯安科大的天才学子 帅个美女也比比皆是 洛轩无疑是纯安科大的美女坐标 但是因为这个洛轩 一直以来都是在图书馆 甚至课堂都很少去 更别说 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了 所以 洛轩虽然是很多男生心里的女神 梦中的情人 但是无奈她 从来都不会和别人多说任何话 不要说男生了 就是女生要和洛轩说一句话 都很是不容易 紫云是个例外 不过也只是她一个人而已 尽管很多人都希望通过紫云去认识洛轩 但是结果却是让所有人失望的 虽然每天都有很多人坚持不懈地去找洛轩 想要靠脸皮厚和毅力去打动洛轩 但是却从来没有见她下来过 也从来都没有 见她和谁一起出去过 更让所有人失望的是 她不但不理睬这些找她的人 最近甚至还搬出学校 至于住在什么地方了 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今天 洛轩竟然和一个男生 有说有笑地走进科大 几乎让所有的男生下巴落在了地上 虽然和洛轩走在一起的那个男生长得还算是不错 但是也没有摔到今天动地的地步 怎么就攻陷了纯安的美女坐标 叶末一进入纯安科大 就感觉很奇怪 怎么这么多人看着自己 似乎目光还不大友好 洛轩微微一笑 她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种事情 却没有必要去和叶末解释 只是叶末虽然和纯安科大的这些学生 年纪相差不大嘛 但是在她看来 内涵就相差得太远太远了 她感觉自己根本就看不透叶末 她自信自己是一个美女 至少她没有看见有人比她更漂亮的 但是和叶末在一起 她竟然没有做漂亮女人的感觉 因为这个叶末从来都没有 用那种爱慕的眼光看过她 甚至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暧昧的话 她的眼神一如既往地清澈无杂念 叶末刚想问问图书馆在什么地方 学校的门口就传来了一阵阵的叫喊声 有人打架 几位同学叫了一句 一起涌了过去 对于许多无聊到极顶的学生来说 多一些事情比少一些事情 更让他们有乐趣 叶末本来不想过去看的 但是洛轩却说了一句 那个打人的还是鼓舞修炼者 鼓舞修炼的人 竟然会在学校门口打人 叶末也看了过去 打人的和被打的他竟然都认识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许平 叶末想也不想 转身就往学校门口走了过去 洛轩见叶末过去看热闹 也跟了上来 吴振俊被打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的两个跟班一样被打在了地上 那个打人的大汉却依然没有助手 还在用脚踢着 吴大公子的心里暗骂晦气 自己最近倒了什么霉 竟然总是被人打 叶末走了上去 拦住了继续踢人的大汉 许兄 我还以为一年后才可以见到你 没想到现在就见到你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叶末确实是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许平 这让他很是高兴 他的飞剑 如果不是许平的心欲 绝对能没有这种品质 而且许平为人很是不错 上次因为实力的问题 叶末没有对他说真话 一直有些内疚 现在见到了许平 立即就想和他一叙 打人的男子停下了脚踢 抬头却看见了叶末 立即就惊喜地叫道 莫兄弟 真的是你啊 上次我打听过你的消息 听说你被那些狗日的 逼下了悬崖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见到你了 真是太好了 兄弟是你啊 救救我啊 你的这个朋友 简直就是不讲道理 我是上次邀请你去 泡妞的吴振郡啊 吴公子哥看见又是叶末 马上就兴奋地求救 许平奇怪地看了看叶末问道 莫兄弟 你认识这个家伙 在他看来 叶末是绝对不会认识 许平这种公子哥的 叶末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是啊 请许兄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他一马 许平没有问叶末是什么原因 只是对吴振郡喝道 滚吧 下次让我看见你嚣张 见一次打一次 许平也看出来了 叶末和这个吴振郡 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许平下手不中 毕竟吴振郡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听了许平的话 吴振郡立即就爬了起来 揉了揉胳膊 走到叶末面前说道 朋友 多谢了 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竟然 说到这里 吴振郡有些畏缩地 看了看站在叶末旁边的洛轩 在他看来 连这个女孩都可以炮上 可见叶末的本事 叶末心说 这吴公子哥 还真是个活宝啊 起来首先关注的 竟然是洛轩 只是他却没有心思 去理睬这个吴公子哥 正准备邀请许平 一起去坐坐的时候 一辆警车快速地开了过来 停在了几人的旁边 警车上面下来了三人 除了叶末上次遇见的 两名警察外 还有一名中年警察 怎么回事 那名中年警察 看了一眼吴振郡温和地问了一句 然后立即严厉地 看向了许平和叶末 那名叫张蓝的女警 更是严厉地盯着叶末 叶末给他的印象 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过他很快就看见了洛轩 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虽然他没有问具体情况 但是一来现场就大致可以猜出 这个吴公子哥 肯定又在调戏美女 然后叶末又去帮吴公子哥 应该是这个壮憾路见不平 结果吴振郡几人 都打不过这个壮汉才报警的 见到那名中年警察 要严厉地对许平问话 吴振郡却急忙上前说道 王队 这事情就这样算了吧 刚才是一件误会 吴振郡这句话 不但这中年警察愣住了 就是叶末也愣住了 这吴振郡竟然愿意放过许平 这可是一件意外 在他看来 这种公子哥 一般的都是嚣张到底的 绝对不会就这样放过别人的 哪怕许平下手有分寸也不行 原本很是严厉的中年警察 听了吴振郡的话 很是奇怪地看了一下叶末几人 不过 既然吴振郡这个苦主家公子哥 都说算了 他肯定不会再多事 叶末看着吴振郡微微一笑 你不错 不枉我帮你两次 这吴振郡虽然纹固了点 但是还是不错的 至少还讲那么点意气 他说算了 肯定不是因为叶末知道不怕警察 而是因为叶末帮了他两次 而这个许平是叶末的朋友 这才算了 所以叶末才说他不错 叶末说完 回头看看许平 许兄 我们找个地方去说几句 好 许平和叶末罗轩三人走后 吴振郡还在后面叫道 兄弟 下次我请你吃饭啊 我叫吴振郡 他叫吴振郡 这已经是第三次对叶末说了 叶末心里也有些好笑 这吴公子哥还真是有意思 这小子倒也不是那么讨厌 我在前面饭店门口 看见这家伙 硬要拉一个不认识小姑娘去喝酒 心里来气 就揍了他一顿 沐兄弟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许平随口问道 叶末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他 不过不久前 他算是无意之中 就过我一命 许平愣了一下 刚想问在都市之中 还有谁能够伤害到叶末的 那名叫张兰的女警 就追了上来 你还有什么事情 叶末皱了皱眉头 看着这个女警问道 张兰看都没看叶末 只是对洛轩说道 那人有些猎行 你最好是不要跟在他一起 他肯定对你说了许多的甜言蜜语吧 你一句也不要相信 你只要认为他说的话 都是反的就好了 洛轩也是皱了一下眉头 虽然有心要说几句 但是这个张兰也是好心 最后只要微微笑道 谢谢你的关心 我知道了 张兰看着最后洛轩 还是和叶末一起走了 不由地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楠楠说道 这么漂亮的女孩 怎么就不知道自爱呢 要和一个嫖客混在一起 许平不知道情况 却没有插口 一直走远了才问道 莫兄弟 那个女警怎么回事 叶末只好摸摸下巴说道 她去抓我嫖娼 还将我堵在屋子里面 许平立即就接口说道 就这点批事 嫖又怎么了 你亲我怨的事情 这女人还真的多管闲事 啊 说到这里 许平立即就看见了 脸色有些不渝的洛轩 立即就知道自己说的话有些问题 连忙补充道 莫兄你怎么可能去嫖的 弟妹你不要多心 就差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叶末连忙插口说道 许兄不要乱说 我和洛轩只是隔壁邻居 并没有任何别的关系在里面 你不要误会了 洛轩面无表情 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三人随意在一家茶楼找了一个包间 叶末才问道 许兄 你怎么会出现在淳安 许平叹了口气 原本我是打算再回去修炼的 但是我又怕断全堂的疯狗会 找到我住的地方 所以我就一直在都市私混 因为打听到你的事情后 我就打算为你报仇 可是我的实力又太低 最近我听说在梁浦出现了一株血色珊瑚 我就赶到了梁浦 我的本意是 如果可以得到血色珊瑚 说不定我都可以晋级到地级 这样的话 报仇的把握就更大了 那你又怎么来到淳安了 叶末奇怪地问道 第316章 几位兄弟 许平接着说道 我到了梁浦立即就知道 这血色珊瑚 根本就不是我可以染指的 因为去梁浦的鼓舞修者太多了 偏偏我撞破了一件事情 结果被人追杀 我就一直躲到淳安 好在那些人没有跟过来 我准备 在淳安待一天去十万大山的 没想到既然遇见了你 你还没死 我真是高兴 叶末哈哈一笑 许兄 那个拿了血色珊瑚的人就是我 这些人去梁浦 就是为了抢我的血色珊瑚 对不起 许兄 因为以前我的仇敌太多 我没有说真名字 我其实不叫莫颖 我叫叶末 许平愣着看了叶末半天 才惊叹说道 叶兄弟 真有你的啊 没想到血色珊瑚 竟然在你的身上 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好 好 实在是太好了 许平竟然哈哈大笑 眼里确实是高兴 血色珊瑚是鼓舞修炼的好东西 虽然他没有见过 但是传说听得多了 对他来说 这种好东西 在叶末手里 当然比在别人手里要好 叶末拿出一个瓷瓶 到了两颗裴气丹 递给许平说道 许兄 这就是血色珊瑚炼制的丹药 给你两颗 你现在是黄极后期 回去后你找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先吃一颗 然后半年后再吃一颗 这两颗丹药 可以保证你晋升到地级 许平握着叶末递过来的瓷瓶呆住了 半赏才反应过来 连忙将瓷瓶推给叶末 不行 叶兄弟 这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虽然推还给了叶末 但是许平的心理 却是惊涛骇浪 可以让黄极舞者晋级到地级 这简直要逆天啊 这东西 要是放在外面被人知道了 还不喊杀生一片 但是他许平有他许平的做人原则 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这种丹药 他也知道 以自己和叶末的交情 这种东西 实在是太过贵重了 叶末却将慈平再次推了过去 郑重地说道 许平 如果你看不起我叶末 你就不要了 你许平在听说我叶末死了后 可以为我叶末报仇 我叶末付出两颗丹药算什么 别说这两颗赔齐丹 就是以后晋级先天的赔源丹 我也可以帮你弄到 再说了 如果不是许兄你的那块材料 我的飞剑都无法炼制完成 如果要说 欠 那是我欠你的 洛轩呆呆地 一给就是两颗 他可是实实在在地知道 这丹药的价值 因为他吃过一颗 而这两人 竟然一个要给 一个还不要 飞剑又是什么东西 这叶末还说 他可以炼制出 晋级天级的赔源丹 这要是传出去 就是整个小世界 也要翻天啊 好 叶兄弟 如果我许平还要推辞的话 就是矫情了 如果叶兄弟不介意 我们就效仿古人 结拜为异性兄弟 许平听了叶末的话 不再推辞 将丹药收了起来 无论丹药的真假 叶末这人 在他看来是可以结交 非常够朋友的 叶末长身而起 当然可以 今天我们 就在此节为异性兄弟 我还有一个大哥叫肖长东 虽然肖大哥今天没有过来 但是我们一起 结拜好了 许平也立即站起来说道 好 能让许兄称为大哥的人 一定是个汉子 两人随即以茶代酒 和没有到场的 肖长东结拜成三兄弟 洛轩在一边看着有些羡慕 可是他却不是男子 如果他也是男子的话 说不定他 也会豪情力气 和叶末许平这种人 结为兄弟 三弟 二哥 两人结拜完了站起来 互相看了一眼 哈哈大笑 如果这里有一个桃园 你们倒是可以 再续当年桃园三结义的美谈了 洛轩笑着说道 他是真的从心底里 佩服叶末 不管他是不是可以 炼制出晋级天级的裴员丹 但是他可以随便 将裴气丹送给许平 就说明了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寻常之人 再加上自己对他的认知 叶末确实是一个 迷一般的人 但是他似乎又很大方 叶末拿出一把 当初自己炼制的弯刀 递给许平 又拿出一颗连生丹说道 二哥 这刀是我帮你炼制的 你用用看 还有这个丹药 无论多重的伤 只要没死 就可以救活 你也收起来 许平拿起叶末 递过来的弯刀 稍稍地在桌角碰了一下 桌角就立即落了下来 他惊讶地盯着手里的刀 惊叹地说道 好刀 好刀啊 没想到三弟竟然还可以炼气 洛轩看见许平手里的刀 竟然是如此的锋利 也是大吃一惊 这种刀完全可以称之为神兵了 叶末竟然轻而易举地再次送人 叶末见许平将东西收了起来 这才问道 二哥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事情 才被人逼到纯安来了 许平恨恨地说道 是河流派的人 这群王八蛋 简直太可恶了 前天 他们说 要去燕京将叶家全部杀光 报仇血恨 本来我只是路过 这种事情我 当然不会去管 什么 叶末糊地站了起来 眼里尽是杀鸡 虽然 叶家和他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他的妹妹叶灵还在 弟弟叶子峰还在叶家 竟然因为自己的事情 连累到了燕京的叶家 河流派的人 简直不想活了 三弟 你 难道你就是燕京叶家的人 许平豁然醒悟过来 叶末脸沉如水地点了点头说道 虽然我现在不是叶家的人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 在燕京叶家 如果他们出了什么事情 我绝对要将河流派连根拔起 三弟 不说了 我们赶紧去燕京 我就是拼了一条命 也不会让河流派的 这群王八蛋得逞 许平野脸色大变 心里大事后悔 竟然没有打听到 燕京叶家 就是三弟的本家 不过他却没有想到 这根本就不关他的事情 叶末摇了摇头 二哥 如果他们已经灭了叶家 现在去也是白去 如果没有灭掉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他们河流派 被我杀了几个地级高手 所以这次去的应该全部是地级 二哥你现在去了 还帮不到我 许平点了点头 他心里丝毫没有因为 叶末说的话有不高兴 他见识过叶末的本事 那是真的很厉害 甚至秒杀了两个玄机巅峰高手 现在叶末说 他杀了几个地级高手 说明他的实力更加飙升了 自己回去努力提高实力才是 洛轩在旁边听得惊骇不已 叶末说 他杀了几个地级高手 难道他真的是先天高手不成 二哥现在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去的 如果没有什么好去的地方 可以先去刘舌 我在刘舌创办了一家公司叫洛月 你在那里应该可以尽心修炼 叶末问道 许平立即说道 好 我就在刘舌等你 叶末点了点头 我创办公司 主要是为了收集天下灵物 然后炼制丹药 二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晋级到先天 说完叶末回头对洛轩说道 对不起了 洛轩 我要立即去燕京 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今晚还会回来帮你找书 如果来不及的话 你就只能自己找了 这书先给你 叶末拿出那本 逆罗金 还给了洛轩 洛轩有些奇怪的结果说 他不知道叶末这书 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不过还是点头说道 嗯 我知道的 现在你不帮我找也没关系 我现在已经知道找什么书了 说不定 我只要半天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我找到了 那个东西我会留给你的 如果今天我不在住处 你就去纯安东郊三十里地的银花馆 我在那里等你 叶末和许平说话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对他隐瞒 洛轩或许受到了影响 想也不想 就将自己落脚的地方说了出来 三人分开后 许平直接前往流舌 洛轩去图书馆 叶末却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直接踏上飞溅 犹如闪电一般 飞往了燕京 燕京叶家 虽然因为叶末的大闹 表面上远远没有当初的那种气势了 甚至燕京的街头 再也看不见叶家的公子哥嚣张了 但是知情的人 却远远不会这样认为 只有在燕京可以说上话的人才知道 叶家 虽然表面上没有了以前的声势 但是真正的叶家却比当初要强盛了许多 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有气魄 可以将家主之位交给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但是叶家却这样做了 叶家现在的家主叶子峰仅仅二十三岁 这是绝无仅有的 知道原因的 没有一个人去笑话叶家 因为叶北荣这一步棋是绝对的好棋 自从叶子峰接任叶家家主后 燕京的李家和乔家都争相是好 而且这次换届 支持叶家的人大幅度增加 这还不算 就连韩再兴都多次前往叶家 拜访叶北荣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叶子峰有个哥哥叫叶末 而叶末却是一个绝对强悍的主 但是今天 叶家的大院却有些肃穆 不但大院被武警们团团围住 而且里面隐约传来了血腥的味道 此时的叶家大院已经被完全封锁 路人根本就不允许靠近 第317章 无人可救 此时的叶家大院 竟然停了十具棺木 里面装的全是直戏的叶家人 可是叶北荣却脸沉如水的 坐在议事大厅 一言不发 他的耳边依然回响着 那群人过来时候的嚣张话语 叶北荣 第一天十个人 第二天就是五十个人 如果第三天 我们还没有见到叶末 叶家就从燕京消失吧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虽然有众多的武警过来帮忙 但是却没有人敢开枪 或者说 没有人可以知道 凶手什么时候来 在什么地方出现 也可以说 他们只是受命来保护叶家 却没有收到 要隔杀凶手的命令 叶北荣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国家和隐门的协议是 双方不得主动挑衅 如果国家主动挑衅隐门 甚至杀了隐门中的人 隐门可以对挑衅者杀无赦 国家不得插手 如果隐门中的某一人或者门派 对国家的利益动手了 国家可以不计一切代价 将这个人或者门派拔去 其余人不得动手 但是国家容忍隐门存在 一个固然是隐门中 确实有些大能者 甚至动辄可以覆灭一个地方 不过更加重要的是 隐门是国家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甚至在国际上的 明争暗斗当中 国家的主要力量 还是来自隐门 现在是叶末主动挑衅 到了隐门中的河流派 甚至还杀了七个人 所以 河流派的人找上门来了 如果不是韩在心出面 说不定在第一天 河流派就已经将叶家灭了 但就算是韩在心出面 也只是延缓了两天而已 还是以叶家数条人命为代价的 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不会知道 这个世界还有隐门的存在 更不知道 叶家现在面临着生死存亡 这次河流派的人 实在是太嚣张了 难道还以为 我们真的怕他们不成 张卷很是气愤 叶家出事 他第一个就过去了 但是 昨天他被人击伤 现在内伤还没有痊愈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说不定他昨天 就和一些叶家的人一样 被杀了 韩在心摇了摇头 我们当然不会怕 但是我们也无法将他们全部灭了 如果他们真的要杀光叶家 哪怕我们派再多的武警过去 也拦不住 你可以杀了一个两个 难道你还可以杀了所有隐门中的人不成 国家对待隐门 光靠杀是不行的 谭老应该已经是先天了吧 对付区区一个没有先天的河流派 还不是轻而易举 迟疑了片刻 张卷还是说道 他和叶末的关系不错 现在河流派的人 要杀光叶末家的人 他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 但是他又不是对手 而且 他们也看不到河流派的人 进出叶家大院 可以说无处着力 他也知道 韩老的话是对的 别人真的要杀光叶家 就是他们天天守着 也没有用处 韩再兴没有正面回答张卷的话 只是说道 谭老也是出自隐门 而且 封老同样是出自隐门 况且 隐门中高手能人辈出 又有谁知道 他们没有先天高手 再说了 隐门一直以来以来 对国家都有贡献 如果因为这事情 我们完全站在叶家的角度 怕是不妥 不过叶家和欧家不同 谭老应该不会置之不理的 最后应该 还是会劝说河流派 放弃对付叶家 只是现在叶末没有出来 不好说话而已 哼 叶家太过嚣张 那个叫叶末的 竟然敢连杀和流派数人 我听说断权堂 也是因为他灭门了 这一次 如果叶末不出来做个交代 叶家的事情 我是不会插手的 一个冷漠的声音传来 张卷和韩再兴 立即就是一惊 张卷立即就跑到院子里面 查看了一番 然后回来说道 刚才是谭老 他应该是来过一趟又走了 韩再兴皱着眉头 半晌才叹了口气说道 叶末这次杀伐太凶悍了点 惹火了谭老 张卷 你就不要再联系他了 叶末回来 也只是送死而已 叶家 叶家 可是刚才听谭老话的意思是 只要叶教官出来了 他就会出来说情了 张卷立即说道 韩再兴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张卷不了解谭角 他可清楚得很 谭角对国家忠心耿耿 但是对隐门一样的忠心耿耿 这样一个人 让他放过 杀了六大隐门之一的 河流派数人的叶末 绝对是不可能的 而且听他说 段全堂也毁在叶末的手里 可见 谭角对叶末的成见早就有了 这一次 估计就是要借助河流派灭了叶末 此时 在燕京有富贵湖之称的米洋湖边 一栋竹楼里面 两名看起来只有五十多岁的老者 相对而坐 在旁边还站着 一名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女子 这女子助力在一边 显得田径优雅 幽静深渊 老谭 你闭关一年出来后 脾气似乎见长啊 难道你真的要让河流派的人灭了叶家 其中 身穿灰布长袍的男子 有些担忧地问道 另外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金兽男子 冷哼一声说道 这叶末太过嚣张 下手端是很辣 原意很有可能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我甚至怀疑 乔家都是被他灭掉的 不过还在心帮他说话 说乔家的事情和他无关 这一次 他不但灭了段全堂 还连杀河流派数人 如果这样还要留他 那么让我弹角 如果面对隐门的同道 灰衣男子叹了口气说道 手掌已经说话了 叶家的情况和宋家欧家不同 这两家有卖国的嫌疑 但是叶家却没有 如果灭了 却不好说话 而且我泱泱滑下 一个家族莫名其妙地被灭了 这种事情 手掌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发生的 就算是宋家 现在在别的省市 还是过得好好的 再说了 手掌对那个叶末很有好感 弹角沉折脸说道 我欠宋元一一个人情 这次就当成还给他 没想到我们闭关期间 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妖孽 我会和首长去说 叶家也不全部灭吧 杀人偿命 就让河流派的人杀部分解气 但是叶灵和叶子峰必须死 凭什么只能他叶末杀人 别人动不得他叶末 灰衣男子沉默半上说道 我知道你是因为宋元一和公子 在死在了叶末的手里 才会如此 不过我想 国家有国家的法律 如果每一件事都依照江湖去办事 国家是不会允许的 虽然隐门的实力强大 但是如果我们国家军队 和隐门鼓舞高手 互相杀了起来 那么周边的那些野心勃勃的狼犬之辈 就会趁机落井下石 这样我们羞武的意义何在 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列祖列宗 看着面色阴沉的弹角 灰衣男子再次说道 况且 这次我们两人一起闭关 你突破到先天 可以说是 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了 羞威越高 做事就越要谨慎 一不小心 就万负不竭啊 再等一天吧 如果今天叶末还不回来 叶灵和叶子峰一定要死 至于其余的人 就看看河流派怎么说了 河流派的人就是要来 也不会现在 至少要等到晚上才会过来 弹角半晌后才回答道 会议男子默然说道 我听老韩说 这个叶末是个不错的人才 只是沙发心有些强烈了 哎 他也该吸取一些教训了 年轻人啊 心气太少 二叔 要不让叶灵和子峰先离开吧 叶家会议室 气氛沉闷的 让人有些窒息 叶龙主动开口说道 叶北戎摇了摇头 没有用的 不要说 现在子峰的双腿 已经被河流派的人打断 而且我敢肯定 现在叶家的人只要一出去 就会立即被河流派的人杀了 虽然没有人看见他们在什么地方 但是 只要我们的人出去 他们立即就有人出来 我不会出去的 我哥知道消息 他肯定会回来的 叶灵揉着红肿的眼睛说道 他的脸上 还有一个清晰的巴掌 昨天对叶家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灾难 如果不是韩老过来 那些人还不知道要杀多少人 二哥就是出来说了一句话 就被打断了双腿 之所以没有杀二哥 就是等着大哥叶末回来 对他叶灵也是一样 虽然没有杀他 是因为他们知道 叶家的人都跑不掉 他们说过 要当着大哥的 面杀了自己和二哥 让大哥知道 得罪隐门的后果 叶灵话音刚落 就已经有人 对他表现出不友好的目光 因为这次的事情 完全是叶末引起来的 如果没有叶末 叶家是不会遭受这么大灾难的 而惹事的叶末竟然不回来 如果不是怕叶末以后报复 早就有人骂出来了 叶北荣看了一下 四周的叶家人 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立即淡淡地说道 现在是我叶家生死存亡的时候 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 如果没有叶末 也许我叶家 早就被宋家吃的骨头渣子 都没有了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而已 结果却没有多大的区别 爷爷 为什么没有人来管我们 因为有人说话 打破了这种窒息的沉闷 一个年轻的叶家子弟说道 叶龙扫了他一眼说道 现在飞雪的人都在保护我们叶家 而且 外围还有武警部队的保护 但是这有用吗 他们走的时候 有人抓到一个凶手了吗 而且我肯定 今天他们来的时候 依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你说对了 我们已经来了 不过确实没有人发现 如果我河流派要灭了你叶家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行 一个音甚甚的声音 却接着叶龙的话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四名男子已经突兀地出现在了叶家的会议室里面 甚至没有人看见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第318章 不该惹的人 哦 你们河流派的人这要牛 不过这话倒是说到 我心里去了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叶末也要灭了河流派 一个更加冷漠的声音传来 哥 叶龙最先反应过来 立即就冲了过来 扑进了叶末的怀里 是谁打的 叶末就看见了叶龙红肿的半边脸 怒火立即就冲了上来 同时将手放在叶龙的脸上 真气运转之下 叶龙的脸上的淤血进去 转眼已经恢复了光洁 四人一看见叶末 眼里闪过一丝惊诧 因为他们同样不知道 叶末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不过他们四人很快就反应过来 立即分为四个角 将叶末团团围住 在他们看来 叶末现在应该在淳安的 怎么可能出现在燕京呢 但是 既然他来了 就别想走了 是老子打的 还打落了两颗牙齿 你又能怎么样 哦 忘了告诉你了 我还将那个叶子峰的腿打断了 这当然不算完 外面的十个棺材你看见了吧 里面都是我杀的人 本想去淳安杀你的 没想到你竟然主动来燕京了 好 很好 四人中的一名矮个男子 讥讽地说道 叶末眼神冰冷 虽然他知道了 叶龙不是他的亲妹妹 但是在叶末的心里 叶龙还是他的妹妹 和唐北威并没有任何区别 现在竟然有人如此欺负叶龙 他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怒火 是很好 叶末话音刚落 就已经来到了矮个男子的身前 一把抓住他的胸口 抬手就是无数的耳光 矮个男子被叶末抓住 竟然丝毫挣扎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叶末 不停地扇他的耳光 一阵抽打耳光的啪啪声音 在大厅响起 等周围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末已经再次回到了叶龙的身边 那名被他狠打的矮个男子 此时被他随意地丢在地上 蜷缩着在原地蠕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他体内的经脉 尽数被焚毁 没有丝毫血肉 别说是牙齿了 甚至变成了一个脸上没肉的骷髅头 而叶末的手掌 依然不见丝毫的血迹 干净的犹如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一般 你找死 另外一名男子也反应了过来 提着长剑就对叶末刺了过来 毫无征兆 速度急如闪电 叮当一声脆响 刺向叶末的长剑 已经不知道被叶末用什么东西斩断 落在了地上 接着叶末手里一闪 这名男子已经伸手一触 血一下就喷了出来 甚至距离叶末还有鸡迷远 没有人看见叶末砍断长剑 用的是什么手段 也没有人看见 叶末杀人用的是什么东西 只能看见一道紫光一闪 叮当身后 这河流派的男子 就已经伸手一触了 看着地上躺着的一具尸体 还有一个被叶末打的 只有骷髅头的矮子 余下的两名河流派男子 脸色一下变得苍白起来 叶末竟然这么恐怖 难道他已经超越了仙天 就是仙天也不见得 杀人有他这么利落的 秒杀这绝对是秒杀 一时间 这两名河流派的男子 竟然呆滞住了 叶末冷笑一声 区区四名地级舞者 也敢来这里闹事 你河流派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叶北荣呆呆地看着叶末 他根本不敢相信 叶末是叶家出去的人 区区四名地级舞者 天啊 就是一名地级舞者 要剿灭华夏五大家族 也是轻而易举了 他竟然说 区区四名地级舞者 自己的这个孙子 到底是什么人 叶北荣打了个冷战 他看着大厅里面 已经有些呕吐的叶家子弟 立即吩咐道 所有的叶家子弟 全部都退出去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情了 北光你出去 交代他们 处理一下我叶氏家族死者的后事 叶龙留下来 说完 叶北荣看着脸色苍白的 两名河流派舞者 心里竟然涌起一股激动 他似乎又回到了 那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 热血一下就涌了起来 地级舞者啊 竟然站在叶家的会议大厅 速速发抖 看到这速速发抖的 两名地级舞者 叶北荣只想哈哈大笑 他有一种快意要宣泄出来 可是他想到 昨晚憋屈死去的叶氏子弟 心里又是一阵的黯然 你想要怎么样 年长的男子惊颤地说道 此时依然站着的两人 都在颤抖着 他们现在才知道了 叶末的可怕 难怪他可以轻易 杀了河流派的庶人 以他这种实力 就是要覆灭整个河流派 也是轻而易举啊 可笑他们来的时候 还在讥讽叶末 在叶家失衡遍野的情况下 如何地颤抖求饶 求饶是求饶了 不过求饶的 不是人家叶末 而是他们河流派 河流派完了 惹了不该惹的人 他们也完了 既然遇见了这种 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高手 竟然倒霉地遇见了 叶末这种狠人 如果他们没有来之前 有人要说 叶家的叶末杀地级高手 犹如斩杀草剑 他们肯定以为 那人傻瓜了 或者是那人蜂魔了 可是现在事实 放在了他们的眼前 他们才明白 原本站在这个世界之巅的 隐门时代 一去不再复返 因为除了叶末这样妖孽 除非那隐门的天级高手出来 否则整个外隐门 将无人是叶末的对手 他想要覆灭一个门派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他说 要灭了河流派 绝对不是在吓唬他们 因为他说的是真的 叶末冷冷一笑 我想怎么样 你们来燕京 杀我弟弟妹妹 还问我怎么样 你们刚才还说 燕京叶家就此消失 怎么反过来问我了 你如何才可以饶了我们 只要你踢条件 我就可以帮你做到 余下还可以说话的两人 脸色难看至极 出口求饶的 就是刚才那名年长的男子 叶末一伸手 两个火球飞出 在地上的那具尸体 和依然在挣扎的那名地基舞者 立即就变成了飞灰 内气凝火 年长的男子 脸色愈发苍白起来 他已经尽量高估叶末了 但是现在 发现他对叶末的了解 远远不够 内气凝火 相传就是先天 也无法做到 这个年轻人竟然做到了 何该河流派灭亡 现在他想的 已经不是河流派了 而是自己的安危问题 叶前辈 只要前辈可以饶我嘶红一命 我愿意告诉前辈 河流的山门所在 那名年长的男子 看见叶末发出的火球 再也无法克制住内心的惊慌 竟然跪了下来 在临死的时候 他竟然不甘心去死 他还有心愿未了 怎么能够就这样去死 隐门的鼓舞修者是高傲的 但是在高傲 面临死亡一样的害怕 因为在这个世界除了老死 还没有人可以要了他们的命 可是眼前的叶末 竟然伸伸手 就可以杀了他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肯定会找一个地方 躲一辈子 都不愿意出来看到叶末 现在他才明白 原本就是隐门的地级高手 死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饶了你 你杀了这么多人 让我饶了你 叶末冷笑说道 叶家的人不是我杀的 前辈 真的不是我杀的 丝红忽然想到 自己一个人都没杀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逃得一命 求生的愿望 再次迫切起来 人是我杀的 拿命来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子 忽然跃起 长剑化成了长虹 直接覆盖了叶末的头部 如果叶末还是练器三层 这一剑他只能狼狈躲开 然后寄出飞剑斩杀对方 可是叶末知道 这一剑远远没有用牢 就算是他躲开了 后面依然还有变招 说不定在他没有寄出飞剑之前 就要吃亏 可是现在叶末 已经不会再给他机会 他的飞剑寄出速度 远远的 快于这男子出剑的速度 在他的长虹 还没到叶末的身前之时 叶末的飞剑 已经割断了他的手腕 同时一脚踹在了 这男子的丹田 从这男子出剑 到叶末将他的丹田踢破 整个过程也不过一吸而已 一吸 就已经结束 这男子被叶末踹得 飞出多远的男子 倒在地上 吐出几口鲜血 他两眼无神地 看了一眼叶末 忽然大叫一声 恭秋念 你这个畜生 这句话还没有叫完 就倒地身亡 依然跪在地上的丝红 黯然地看了一眼 已经被叶末一脚 踢碎丹田的男子 心里更是惊惧不已 第二次了 第二次 他依然没有看见 叶末用什么东西 割断了同伴的手臂 他只是看见 一道淡紫色的光芒 一闪即逝 而让他印象更加深刻一些的 却是叶末的那一脚 他一脚 就将同伴的丹田踹碎 叶末淡淡地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丝红 没有说话 丝红受不了那种 死亡般的窒息 颤声地说道 这次我河流派出来 抢夺血色珊瑚 是长老公自在的意思 公长老地级后期 他想利用血色珊瑚晋级 没想到 竟然死在了前辈的手里 龚秋念是公自在长老的足地 他要为公长老报仇 所以 所以 第319章 就不用走了 看见叶末面沉如水一言不发 丝红心里更是忐忑不安 只能犹豫了一下再次说道 今天我们收到了 平江梁启生的消息 说 说前辈在纯安 所以就准备在中午的时候 灭了燕京叶家 免得被谭峰二人知道出来阻拦 本来我们灭了燕京叶家后 和梁启生邀请的人 在纯安伏击前辈的 没想到 没想到 梁启生 是不是霍去明的什么人 叶末想起了 在霍家遇见的那个中年男子 似红连忙点头说道 是 他是霍去明的师弟 是平江门的人 平江门现在示威 只剩下了霍去明和梁启生 谭峰二人又是什么人 叶末想到 既然河流派的人 要杀叶家的人 还有谁可以阻拦呢 既然要阻拦 昨天他们杀了叶家十人 为什么没有人去阻拦 谭峰指的是的谭峡和鸾清风 他们两人出身隐门 不过现在已经 不属于隐门中人 而是在天祖 似红说到这里看了一下叶末 就知道 叶末不懂什么是天祖 连忙再次解释道 天祖 就是修为超越地级巅峰 但是无法晋级先天的古武修者 选择进入凡尘之中 寻求突破先天 不过所有天祖的古武修者 都必须对国家有所贡献 他们协调隐门 和国家之间的事宜 并且出手解决国家之中 普通人无法解决的事情 但是这种事情 一直以来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 只要只顾修炼就好 因为天祖的人 都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 而这些修炼的资源 都由国家提供 原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 叶末一听就明白了 白白享受国家的待遇 却不做事的一些家伙 美其名曰天祖 真不要脸啊 想到自己为了寻找各种灵物 四处奔跑 甚至为了一株血色珊瑚 差点被人围杀在了两谱 相比起来 这些天祖的家伙 简直太舒服了 丝红剑夜莫的脸色有些不爽 连忙说道 天祖也不是不做事的 他们要寻找一些资质较好的后辈 为国家培养后辈人才 而且还要震慑隐门 不能做对国家有害的事情 只是隐门中的人 一般都不允许入室 所以 这种震慑也基本上是虚设的 这种人很多 超越地级巅峰 就是说半步先天了 丝红摇了摇头 不多 就是半步先天的人 也是一手可恕 据说修为最高的是 悟到前辈 而谭峰二人的修为 直追悟到前辈 所以 也是这个世界巅峰的高手 夜莫冷哼了一声 既然有谭峰在 你们竟然赶来燕京夜家灭门 丝红急忙说道 因为河流派的实力 要超过谭峰二人 而且 据说河流派的公子在长老 是谭峰前辈的朋友 所以 所以 夜莫立即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以前猜测的也正确 韩再兴对他果然有隐瞒 国家的实力 远远不是飞自特种部队 表现出来的这些 原来后面还有一个天祖 不过不爱做事而已 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韩再兴 没有阻止河流派的人 在夜家行凶 那是因为 他调不动天祖的家伙 而且 谭峰还和公子在是朋友 公子在被他杀了 谭峰当然不舒服 河流派在什么地方 夜莫知道了因果关系 心里立即就对谭 搅动了杀机 丝红感受到了夜莫的杀机 顿时心里一颤 连忙回答道 处在齐阳山影雅谷 入门的东西拿来 夜莫现在已经知道 这些隐门想要进去 都必须要有一个钥匙之类的东西 没有的话就无法进入 在有长老的身上 有长老已经去纯安伏击前辈去了 丝红不敢有半分隐瞒 夜莫冷冷地看了一眼丝红 戴然说道 你现在是自己动手 还是让我动手 丝红没有想到 自己说了这么多 夜莫还是想要她的命 她的眼里闪过一丝绝望 心里实在是后悔 来管燕京叶家的这事情 不过转念一想 就是她不来这里 夜莫迟早还是会找到 河流派去的 来不来都是一样 河流派完了 可是她真的不甘心啊 因为她曾经得到一本 古武修炼的功法 修炼到了黄极后 就丢下妻儿 苦苦寻到十年 总算是找到河流派 并且以上好的资质 进入了河流派 甚至又经过几十年的苦修 晋级到地级 没想到今天竟然 还是要死在这里 哪怕她跪下求情 说了所有的消息 也毫无用处 前辈 晚辈冒犯了前辈 前辈要杀也是应该 请前辈允许晚辈 回去看看几十年未见的妻儿 以了最后一丝愿望 丝红只要完成了这个遗愿 立即就会回来临死 在此之前 晚辈愿意自毁丹田 说完 丝红抬手一掌 拍在了自己的丹田之上 跟着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以叶末的眼光 当然可以看出来 丝红确实是丹田被毁了 哥哥 这个人也蛮可怜的 就饶了他吧 而且 昨天杀人的人当中 没有他 虽然叶末要杀丝红的心思 没有丝毫的改变 但是叶琳却心软了下来 主动要叶末放过丝红 对于一个已经废了 丹田的鼓修者 杀不杀都是无所谓了 因为他 甚至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 但是因为曾经有这个修为 一旦和普通人打起来的话 普通人依然不是他的对手而已 既然这样 你走吧 对于已经是废人的丝红 杀不杀 确实是无关紧要了 丝红眼里露出惊喜 连忙站起来感谢道 多谢前辈饶命之恩 晚辈回去见过妻儿 就来受死 叶末一摆手 既然放了你 过来受死就不用了 叶北戎见机 立即对叶龙说道 叶龙 你送这位丝红出去 叶龙连忙答应 带着丝红离开大厅 经过叶末身边的时候 他看向叶末的眼光 竟然有些畏惧 叶末 叶北戎感觉自己的语气 有些干涩 他竟然不知道 应该如何面对 这个名义上的孙子 叶末淡然说道 我是我 虽然我也姓叶 但是和燕京叶家 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用在意我 叶北戎张张嘴 有心要说几句什么 可是半天 他竟然一个字 都说不出来 他当然知道 是叶家对不起叶末 不是他叶末对不起叶家 或者说 叶末如果不是靠他自己 早就死在宁海了 哪里还有今天 所以 不管叶末是不是叶家的人 他叶北戎都 没有资格去说叶末 况且将叶子风 放在家主的位置 明显的 就是要利用叶末 叶末没有借机发作 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叶子风虽然不错 但是二十几岁 就担任叶家的家主 明显的不够格 但是这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了叶末 哥哥 爷爷他其实 叶林还想说什么 被叶末拦住 带我去看看子风 一会我要离开这里 去办点事情 叶末拦住了叶灵说道 叶灵是叶家的人 他不想去说什么 也不想去改变什么 但是他叶末 却有自己的原则 他关心叶灵和叶子风 不代表就要关注叶家 叶灵刚想走 叶末忽然拉住了他说道 等等 说完 一个火球 将地上已经死去的 那名武者 烧成了飞灰 叶末刚刚处理完 地上的尸体 韩在心带着张卷 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叶末 你竟然回来了 这个时候 你怎么可以回来 你赶紧走 带走你的弟弟叶子风 和妹妹叶灵 现在就走 离开燕京 走得越远越好 看见叶末的一刹那 韩在心愣了一下 立即就急切地 让叶末赶紧离开燕京 叶末心里涌起一些感动 虽然老韩为人势力了些 但还是够一起的 但是他的势力 毕竟也是为了国家 张卷看见叶末 心里同样很激动 马上也上来说道 晚上河流派的人要过来 你真的要赶紧走 他们全是地级高手 只是随便一巴掌 就将我拍出多远 而且 你受伤了 叶末一抓住张卷的手 就知道张卷已经受了内伤 韩在心叹了口气说道 是的 昨天张卷过来帮忙 但是河流派的人 实在太过厉害 张卷根本就不是对手 如果不是因为张卷的身份 说不定张卷就没命了 谭老已经发话 子风和叶灵 要送给河流派平息怒气 所以 你还是赶紧走吧 叶末怒火再次上来 事情是自己做的 凭什么要将子风和叶灵 送给河流派 这信谈的 不想活了 哼 一声闷横传来 除了叶末以外 其余的人都感觉心神一阵的摇动 叶末随手在妹妹 叶灵身上拍了一下 叶灵立即就恢复了过来 一名看不出来 年纪的白衣男子 突兀地出现在了叶家会议厅 既然回来了 就不用走了 我带着你兄妹三人去河流派好了 老韩 这次我就算了 下次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听了这名白衣男子的话 韩在心心里一沉 他立即就知道来晚了 叶末现在已经是无法走掉 张绝更是心如死灰 他知道 就是他想做些什么 但是在谈老面前 就犹如牙牙血雨一般的可笑 第三百二十章 我就是叶末 别人虽然没有看清楚 谈脚是怎么过来的 但是叶末却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从院外划过来的 这种功夫 有些像叶末在练气出气的御风术 不过比起御风术来 还是差了一些 叶末心里冷笑 本来还想问问 这老家伙 住在什么地方的 没想到他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只是在叶末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的时候 再次突兀地进来了一个男子 身上穿的是灰色的上衣 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 这灰衣男子一进来 就拦住了谈脚 老谭 和流派的事情 是和叶末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祸及叶末的家人 我知道 公子再是你的朋友 但是你就是要找麻烦 也只能找叶末的麻烦 和别人无关 清风兄弟 你也要拦住我不成 谈脚皱了皱眉头 灰衣男子叹了口气说道 我不是要拦你 而是为了你好 叶末才二十几岁 就已经可以杀了七名河流派的人 甚至包括公子在 人说末期少年穷 你岂能知道他以后无法晋级先天 叶末也算是飞雪的教官 严格说来和我们 也是同一个战线上的人 何必做得这么绝 如今叶家落难 我两人帮叶家 也是顺手而为之 我想叶末知道 肯定会成情的 就算是不帮 也不能帮人 去杀叶末的弟弟和妹妹吧 弹角冷冷一笑 可惜了 他没有机会了 因为我 马上就要杀了他 灰衣男子这个时候 才发现了 弹角看着叶末眼里 竟是杀鸡 他立即就明白了 眼前的人就是叶末 叶末已经回来了 你就是叶末 灰衣男子看着叶末 有些诧异地问道 叶末名声在外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个年轻人 叶末微微一笑 不错 我就是叶末 灰衣男子眼里 露出一丝可惜 他发现 连他都无法看出 叶末的修为如何 而且叶末表情淡定 从容不迫 如果弹角没有 晋级先天 他还可以阻拦 但是现在 他都不是弹角的对手 怎么去阻拦弹角 你杀了河流派的人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说话 不过 我尽量劝老弹 不要动你的弟弟和妹妹 唉 鸾清风叹了口气 你回来干什么呢 如果你不回来 我还有话好说 什么事情 都推在你的头上 但是你一回来 我真的不好说话了呀 叶末对鸾清风 微微一笑 无论如何 我依然感谢前辈的好意 不过这个老东西 说完叶末一指弹角 冷声骂道 老东西 我叶末没沾你没惹你 你凭什么要对我动手 你凭什么要动我的弟弟和妹妹 难道就以为 你的修为比别人高吗 不要脸的东西 完了 韩在心心里暗叹 年轻人就是不知道进退 既然疯老来帮你求情 你说点软话 说不定谭老 还真的不和你计较了 可是这老东西 可不要脸一出来 韩在心立即就知道完蛋了 鸾清风张张嘴 想说一句什么 却没有说出来 他总算是见识到了 弹角口中叶末的嚣张 他竟然指着先天高手 骂老东西 找死也没有这种找死的方式 就算是手掌过来 弹角也要杀了眼前的 这个叶末了 小畜生找死 弹角气得脸色铁青 想也不想 抬起巴掌对着叶末 就是一巴掌 明明他距离叶末 还有数米之远 但是他抬起手的时候 那一巴掌 已经到了叶末的眼前 鸾清风就是想要阻拦 也无法阻拦 而且叶末主动出声骂的弹角 所以他也不能阻拦 年轻人脾气太大 教训一下也是应该 砰 叶末竟然动都不动 几乎在弹角举手的同手 也抬起了手 甚至还往前跨了一步 拳掌相机之下 发出一声 有如轮胎爆裂的响声 疼 疼 疼 弹角退出数米远 一直到会议室门口 才停了下来 然后看着火辣辣 有如要断裂的手掌 惊骇地看着叶末 他仙天修为下的一巴掌 竟然被叶末挡住了不说 他甚至还吃了点亏 难道叶末也是仙天不成 如果叶末是仙天 自己得罪了这样年轻的一个仙天 弹角顿时心里一颤 他甚至感觉到了一种荒谬的恐慌 不过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刚才自己那一下是仓促出手 甚至都没有尽力 吃了点小亏也是正常 但就是这样也非常惊人了 由此可见 叶末的修为不会下于清风 说不定还在他之上 要说叶末这么年轻就是仙天高手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不但弹角惊讶 就是鸾清风也惊讶地张着嘴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弹角是仙天高手 叶末竟然将他击退了 这怎么可能 要说叶末这个年纪就已经是仙天 他也是绝对不相信的 韩再兴的修为虽然低下 但是刚才那一下 谁占了上风 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心里立即就惊喜起来 叶末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叶末心里却是暗自吃惊 他当然不会认为他的真气 比弹角要深厚多少 虽然他的真气 比弹角要深厚一些 但是也没有刚才这一下 交锋表现出来的差距 刚才弹角只是仓促之下下手 而他却是利用地力之优势 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虽然他对弹角的修为 看得不大清楚 但是这一下交锋 就立即知道 弹角已经是仙天修为了 没想到这老家伙 竟然突破了仙天 不过叶末却不在意 虽然弹角是仙天 他的内气比自己的真元 还是逊色一些 如果等自己的境界 彻底地巩固了 弹角的内气根本就不够看 再说了 就算是他现在的情况 要杀弹角也简单至极 这就是修真者和修武者的区别 越到后面 差距越大 没想到 你竟然修到了半步仙天的地步 我弹角倒是小看你了 不过就算是你 修炼到半步仙天 在我面前也威风不起来 弹角说完 在腰间一抹 一把只有一米的长边 出现在他的手上 叶末见过很多的长边高手 但是如弹角用的这么短的长边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叶末冷笑地看了一眼弹角 在我眼里 要杀你 简直有如杀鸡一般 何必高看自己 说是这样说了 叶末心里也是摇头 在地球上修炼到仙天 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如果在修真界 这种仙天高手 人家一个法术就完全灭了 甚至不用第二次出手 坐井观天 夜郎自大 也许就是说的 现在地球上的仙天高手吧 叶末 你竟然是半步仙天的高手 韩在心颤抖地问了出来 在他心里 叶末比弹角要 重要的太多了 如果叶末 可以修炼到抗衡隐门的地步 他就不需要再和孙子一样 对隐门中的人 如此恭敬了 他肯定叶末不是隐门中的人 甚至只是某一个 隐居高手的弟子而已 虽然弹角和鸾清风 对他还算是客气 可是他知道 在他们的心里 隐门一样的重要 如果国家要灭了隐门 说不定他们就能会反水 鸾清风为人还好点 什么事情 都是从大局出发 甚至将国家的利益 看得比隐门还重 但是弹角就不同了 在他眼里都是同等的 甚至有的时候处理事情 带着严重的江湖气息 鸾清风也是激动地看着叶末 如果叶末真的是半步先天 那就让他太过高兴了 他和弹角不同 他心里 国家比隐门重要的太多 哼 就算你是先天 那又如何 只要我缠住你 河流派的人 照样灭了你叶甲 弹角冷哼一声 明显的对自己刚才被叶末击退 很是不满意 鸾清风忽然插口说道 老弹 叶末现在 已经处于和我们一样的高度 我们不能让河流派的人 对叶家动手 弹角心里不舒服 不过他的话 却被叶末拦住 河流派 刚才我已经杀了四个地级 等燕金是B 河流派就会永远消失在 历史长河当中 以后再也没有河流派这三个字 你又杀了河流派的人 弹角的眼神凌厉起来 跨前几步就要动手 也不能在这里动手 一旦在这里动手动静太大 违背了我隐门隐士的意义 鸾清风连忙拦住了愤怒的弹角 但他的心里却是惊涛骇浪 如果叶末说的是真的 他刚才轻易杀了四名地级武者 那么就是自己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他只是半步先天的话 很难做到这样 唯一的可能就是 叶末也是先天高手了 两个先天高手 在闹事当中动起手来 将是如何的恐怖 好 你有种的话 就到驼山去 我在那里等你 弹角说完 转身就走 身形很快就消失在叶家大院 他也知道 在叶家大院动手 动静太大 叶末冷笑 他知道驼山 距离燕京南六十里左右 完全是一个石头摊 周围近视目的 很少有人去 他拿出一颗连生丹 递给叶灵 叶灵 你将这颗药给子风吃了 我很快就会回来 说完叶末转身 只是几步 就已经跨出了叶家的大院 身后的叶灵 才反应过来 连忙叫道 哥 你小心点啊 鸾清风看见 已经出去的弹角和叶末 立即想也不想 也跟了出去 叶末如此年轻 就有如此修为 他不能让叶末有什么闪失 韩在心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立即说道 张卷 你立即开车 我们一起过去 等叶北荣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家的会议大厅 已经只剩下他和叶灵两个人了